大家好 我中边上这盆千叉鸡子花 经过了一次修剪 接下来要做二次修剪了 为什么要二次修剪呢 接下来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现在已经进入花苞生长期了 为什么有的就是没有冒花苞 单单长芽 像这种就是一个现状 这种的话单独长不开花 这种的话一定要继续给它修剪掉 因为进入春天也是它的生长旺盛时期 修剪掉的目的就是让它长出更多的侧枝 侧芽也可以给它做一个造型 剪掉之后为了避免剪口出现感染 可以用到这种椅座多精灵 把这个剪口给它细当的涂抹 另外修剪完成之后为了恐怖它的根 还有叶片的快速生成 侧芽快速的抽出 可以给它细当的喂一点这种控制复活肥 咱们可以适量的撒到花瓣盘毒表面就可以了 适量的给它喷些水物就可以了 让它吸润之后融化了 它就能够让根性吸收了 只要把技巧都用对了 就能够让它继续长牙开花了 好了这基础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鸡子花独长鸡 为什么要剪掉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了下期再见 再见